1953年7月27日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一事 在板门店举行 53年7月27号 来签字的时候 国外的一些记者 突然看到 冤定是在一个帐篷里头有签字 但是这个一夜之间 打了一个厅站签字的一个大房子 叫签字大厅 为了修建这个大厅 当时这个志愿军的战士 主要是工兵战士 事先在一个月之前就做了准备 把这个结构 木料 铁板都准备好 就在这一夜之间 给他一个突然的行动 一个签字大厅 当然面积相当的大 这个照片都有 这个很快就盖起来 美国人很吃惊 上午时时 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 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 进入签字大厅 并分别在九本停战协定上签字 最后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在平壤签字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在开城签字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 在温山签字 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感慨道 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 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后来彭德怀在做志愿军工作报告时 留下了一句令国人为之振奋的名言 帝国主义在东方驾起几门大炮 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历史 一去不复返了 1953年8月14日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发表战绩公报 自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毕商伏敌军109.3万余人 其中美军39.7万余人 南朝鲜军66.7万余人 英法等其他国家军队2.9万余人 河美军少战争的胜利 我们打出了国为军委 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也洗刷了我们中华民族百年来的痴 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一次 我们下期见